为了要加强族人担任公务人员 对原住民重大政策的了解 原民会18号上午办理为期五天的 107年原住民特考录取人员 原住民族政策法令集中实务训练开训仪式 有关原住民族行政的很重要的政策 跟法令包含我们的经济发展 包含我们的社会福利 土地政策跟公务建设等等 做一些食物的训练 经过五天的训练以后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些 原民会的政策的认知之后 他们可以在地方里面来 共有推动我们的行政事务 原民会主委表示 依语发法的规定 未来参加原民特考 必须先取得足语认证 相关配套措施 目前任由考试院研理办法中 待讨论完背后即将施行 而学员对于未来原民特考 纳入足语认证的政策 给予支持 有助于在地方行政业务 推动的成效 毕竟留在部落的都是老人家 然后要用自己足语去跟他们沟通 这样比较好 因为他们才听得懂 原来我这个业务是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你用中文跟他们沟通 他们有一点不太清楚 参与学员有109位 而年纪最轻的为21岁 最年长的为54岁 无论几岁都表示未来在正式进入各个机关后 会秉持着为部落服务的精神 执行推动各项原民事务 原事新闻一晚大道南投市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